香港人大部分都會吃很多日本蘋果 當然日本蘋果有優勝之處 每年都有很多新的品種出 但其實紐西蘭蘋果都是有一大班捧場客 最主要原因就是價錢便宜 紐西蘭的水果通常 蘋果仔、啤梨都是小小的水果 其實都很受小朋友歡迎 紐西蘭蘋果有果香味 還有蘋果帶點酸味 而這些酸味有些人追求這種味 而不是只有甜味 拖展蘋果很多人都認識 有時會是四個 有時會是五個 價錢通常是50至60元都會有 肉質比較爽脆 蘋果味也比較濃 它真的可以很脆 甚至一星期 兩個星期 蘋果的肉質都可以很脆 這款ipay蘋果這兩年都特別受歡迎 除了我們有很多大超市都可以買 價錢大概是13至15元左右 它好吃的原因是因為它真的很脆 而且價錢大眾都可以接受 它是有少少微酸的 但這種酸味其實都是蘋果 本身應該要有的酸味 而不是一種只有甜味的蘋果 比較於其他幾款 其實它是再實淨一些 如果有很多人連裡面少少肉質 想不軟的 只想吃脆的 就直接選這兩隻 就真的沒有選錯 這個pink lady 這兩年特別多人認識了這個蘋果 因為顏色實在太吸引 差不多原隻都是紅色 譬如我們看看艾菲 可能它都是偏橙一些 它是很桃紅色的 至於它的味道都是爽 但是肉質沒有其餘的兩隻 實質那麼重要 但是裡面是絕對一點都不粉的 那個水份 比起平時的蘋果仔的水份 是比較多的 看看它的釘有沒有離開了 如果有個洞 那些就不好 因為可能有蟲也不定 可能有東西鑄進去也不定 再者就是看看蘋果有沒有很大的乳痕 其實裡面有機會已經傷了 如果它傷得太深 即是太深 可能大半個都不能吃 即是雨晒黑晒 那些可能已經有少少 又會變了味 如果再看到蘋果巢皮 其實都不用想 那個蘋果一定是放了很久 巢皮通常在這裏 或者在這裏 就很少在這些位置上巢皮 那大家可以多留意 兩個底和面 放在室溫 就怕蘋果快些粉 但其實大部分的客人 都喜歡吃一些爽身的蘋果 所以我們就不太建議放室溫 我們建議 你買回去家裡的時候 拿些廚房紙 買一買表面 然後就放回去 最好放梳果格